今天在昆頓身邊有今年的樂壇新人 有阿Mick在這裡 Hello 大家好 我是阿Mick 你好 你好 因為聽到你們的名字 初初叫周卓盈是哪位呢 當然沒有概念 當然是新人來說 但見到渴望阿Mick 那就知道是誰了 因為在《造星》的時候見過這個名字 有印象 所以在《造星》的時候已經聽過你的名字 見到你有去做過一些項目 其實這個算不算是優勢呢 都算是 幫到我一點 我覺得《造星》是一個很大的平台 給了很多人認識我 因為我本身主要只是唱歌 自己在IG唱Cover 但是漸漸在電視上完全是不同的觀眾 接觸我的人就會變得多了很多大眾花 或者不是我自己年齡層的人 多了很多人留意自己 所以都是一個優勢 但是今年來提早衛生人 但只是《造星4》出道的 今年有三隊女團 然後還有走單頭的 老實實我數不到有多少個 我數到有很多個 其實一次過一起去出道 對的 因為大家都是上一屆 但是真的中了一齊要出道 那時候在《造星》裡面 已經是一個競爭對手 到現在出來入樂壇 又是一個競爭對手 你怎麼看這件事 我自己覺得是很OK的 剛剛我們想了一個說法 就是我們一起畢業 然後一起出來找工作 哈哈哈哈哈哈 這個概念 就是好像 但是我之前比賽的時候 雖然好像是競爭對手 但是我自己想了 真的不是很競爭 就是那個感覺是 我們組成隊員 所以那個感覺就好像是 隊員多一點 然後出道去 譬如我看到一些 《造星》的朋友 一直出來做 好像Amico 那樣去唱歌 其實我是覺得很開心的 我都跟他一起長大 但是如果你說 說到競爭那些 我又自己沒有想到 那麼複雜 真的 大家做好自己的事 其實今年 除了《造星》很多人出道之外 其實成功樂壇是很多新人 多到我很多年沒有見過 有這個數字的新人出現 嗯 其實你自己就說 《造星》一齊畢業一齊找工作而已 但是看著海的時候 就不是這樣計算了 當你這麼多新人的時候 其實你覺得 怎樣可以幫自己 所謂的突圍而出 還是多些人留意到你 我覺得我自己有一個優點 是我自己都懂得作歌 比自己唱 因為可能現在很多人都自己作歌 自己唱 但可能他們第一首 《造星》的歌 未必是他自己作的歌 所以這個位置 我覺得我自己比起其他人 還有一點點 都挺好的 但我之後都會想 如果有機會唱其他人寫的歌 如果有機會的話 但還是做好自己作的事先 因為最代表自己 嗯 做好自己的事先 今次這首《雙魚座》 就是你自己作曲 就找TOS去幫你填詞 一首很dreamy 一首很夢幻 很少女系的歌 其實就是 是 喂 這一個你 或者用《雙魚座》這件事去出發 寫自己寫星座 為什麼是這個方向呢 就是為什麼要這個面向見人先 我去見人先 我覺得這個歌裡面形容的我 其實都最像我真人的 就是我本人思考 或者是我對於這個愛情世界的觀念 最像的 但是我 因為我本身個人 真的沒有那些很強的陰暗面 我覺得 比較上 所以我想 帶出這個訊息給大家 我想大家看到我是這樣 之餘 大家都看看自己 其實是否也是這樣 如果你是相遇了 可能你看到這首歌的歌詞 可能會有同感 然後 還有 這首歌Dreamy得來 我主要是想讓大家感覺到 我是一個開心的人 因為香港 可能很多廣東話歌 越來越少很開心很開心的那種氛圍 所以 這首歌 暫時所有 feedback 聽回來 都是真的 感覺到你是很開心的 唱一首歌 我聽完之後 我自己的心情都好一點 那我就最想做到這種效果了 嗯 想做到這種效果就是令人開心 由自己的開心 放開心給人 是 雙魚座 自己的星座 其實你會覺得 是否真的這麼typical的雙魚座呢 嗯 我自己 都typical 就是 就是我看那些星座 分析那些 大部分都準的 雖然 那些人經常都說 你看旁邊的星座 都準的 是 但是我覺得 所以我那些都可能 不是 運程可以看旁邊的 但是如果是分析呢 是啊 就真的看自己的歌 是啊 然後我最近 我為了深入研究這首歌 我發現其實還有一些上升 月亮星座 其實那些你都要看完 看完之後 你就可以全面認識你自己 但是我自己 我覺得我都似雙魚座 比較活潑一些 比較想到很複雜 好不好都想定先 嗯 嗯 那就是說 在腦袋裡 其實是會經常打架的 有打架的 但我很快就已經打完 那一刻就自己打完 我自己打完 OK的 It's gonna be OK OK 樂天派的 都樂心 有些位 好害怕 說錯了 有些位 有些位 你玩過 但是 直接進不去 是 然後 你再來一次 讓你進去 但還是 走到某個階段 比較早就已經 走了 已經要離開一個比賽 其實那些打擊 是 你那一下那個不開心 在路裡面 怎樣去照自己出來 呃 都有點硬 我現在是完全消化了 整個過程 接受 接受 然後怎樣面對 我現在是找回新的方向 但是 那一刻 原造星被人淘汰了 那一秒 到 可能中段 過了兩三個月 其實我有少少 我不知道自己應該要做些什麼 下一步 是啊 因為我本身 預設了兩三個月 都還可以繼續玩 嗯 我有想像過這些畫面 甚至 你的時間牌 我遇到這個 是繼續在比賽裡面 是啊 突然離開了 真空期怎麼辦 是啊 我真的這個想法 我真的 死了怎麼辦 我應該做什麼 還有我本身是教唱歌的 就是在造星之前 那 然後我就跟學生說 我這幾個月要去比賽 那我可能暫時就暫停教學 那 之後就 完了比賽 我又不夠膽 那一刻你知道 不好意思 我現在被人淘汰了 我們可以開始上課 那一刻 那一刻 心態上 和時間上 都要轉 還有 再想起 被人淘汰的那一秒 其實很快 就是電視播 出來 被人淘汰 然後說一些感想 可能是三分鐘內的事情 其實當日在那裡 都真的可能是十分鐘 你就要出了那個門口 嗯 那就突然間 就揹上所有東西 之後那些人就 不會日日 撿包袱時間 就是那幾分鐘內 搞定它 是啊 我還要撿漏很多東西 那些東西 全部都做 在那裡找不回 是 這樣 所以 都 那一刻 其實都打了 就是 有少少是自己 強迫自己要接受 嗯 然後去到 可能過了三個月之後 發現自己可能 啊 其實我是未處理好的 那就真是 自己多點找回 一些造星的朋友 聊一下 啊 原來你被人淘汰 你的心態是怎樣啊 那經過了那段時間 就是要自己沉澱一下 不知 不知那個階段 自己可以做些什麼的時候 找回一些舊的戰友 在那裡聊一下 原來大家都經歷過 這些事的時候 怎樣走出來 現在 撿回自己的心態之後 好了 我也是想向演藝發展 嗯 也是想出道 到現在 有公司支持 中間那個階段 其實是怎樣發生的 嗯 其實我現在 暫時還是獨立的歌手 但是我今次 就很幸運 找了一個很好的公司 去幫我做音樂宣傳 嗯 所以他們就幫我 在MV上面 幫了我很多意見 然後又運了一個很好的導演 幫忙拍MV 然後甚至乎 我現在 即是本身 相遇了這首歌 我去找人 幫我做監編 然後他們都 這個公司都給了很多意見 可能說 這個唱法 會不會是 你自己最舒服的呢 聽完之後 因為我也是第一次讀錄音 但他們就可能有多些經驗 可以給我一些意見 好像這把聲 好像不是你平時唱的聲音 因為我一開始 錄相遇了 是有一點點搓板 很QQ的聲音 嗯 因為你覺得曲風是這樣 是的 但不自然 但就變成二哥 對 沒錯 所以盡量 別人聽到 我自己是 唱了很多很多很多次 其實我有少少麻木了 自己究竟在唱什麼 所以那一刻 是很需要其他人的意見 所以就是 剛巧機緣巧合 在朋友介紹之下 認識到他們 就出了這首歌 然後我自己作曲 我自己作曲 然後填詞 T-rex 是我自己找的 就是我自己 WhatsApp 其實我是問Winker 拿他的contact OK 然後就自己WhatsApp 你好 我找你填詞 然後他都很爽快 OK 我們就很快完成了這個作詞 所以整個合作都是很順利 其實本來你現在找這間公司 幫你做宣傳 但他就給你多了很多東西 無論在音樂製作上 他都有意見可以給你 如何去做好些 其實這件事很重要 有些專業的人去幫你 當初自己走音樂 或者想獨立去做歌的時候 其實有沒有想過這些困難的地方 比起我想像中更加困難 因為可能拍過MV 對我來說 我自己想像中是簡單很多 我有見過其他人拍MV 可能真的一個攝影機 可能細細播 然後不需要很多打燈 就已經完成了一個MV出來 但我自己 今次雙元座的製作 不可以說很大 但我覺得每件事都很齊全 而且大家花了超級多心機 整天由早6點到晚上12點 一直走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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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想法本身想像中最簡單 但現在出來的效果 有導演和其他幕後全隊 做了整件事是豐富很多 比起我一個人坐在咪嘴 立即好像整個感覺出來 所以其實都比我想像中很大分別 真的做了歌手 真的要去做音樂製作 真的要出歌的時候 才發現有很多事情 原來和自己的想法很不同 是 原來當初想得太簡單 看少了這件事 好了 現在試了一次 知道當中 那些事情應該是怎樣發生 怎樣去處理 你繼續走走你的音樂的時候 現在這間公司是會繼續支持你的 但是除了這樣之外 對自己的成長 會有多少吸收 令自己下首歌更容易 我覺得最大的課題是 我自己真的要努力 這件事是 無論是其他人叫我 還是我自己時間表上的安排 都是要靠我自己 無法逼 經過這次之後 我覺得 我學會了很多不同的component 可能想約一個MV上面要怎樣鋪排 可能之後做下一首歌 或者是之後的作品 全部上面 我都可能有多一點想法 有多一點畫面 他今次的經驗 都inspire到我 就是作這首歌的時候 其實想好畫面 原來也是重要的 但是想好畫面也不是壞事 因為整個故事會豐富一點 會立體一點 所以歌都會顯得有故事一點 這件事是 我覺得 after第一個作品之後 我成長了的東西 再加起來 我要努力 做多一點 OK 接著下去都是想自己寫歌 暫時還是想自己寫歌 但是 我自己本身有結他手幫我手彈 即出場表演的時候彈 都想跟他嘗試做一些不同的創作 因為我自己彈琴為主 所以我覺得有結他做底 其實都是一個不同的曲風 可能會 所以就嘗試和其他人合作 但是都是自己努力努力 OK 很多事想靠自己做多一點事先 自己做好自己的本分 然後再看看 怎樣去旁邊的人提點一下你 幫一下你受 對於自己這樣去加入樂壇 收拾好自己的心態 要真的出國 所以現在要做世人要見人 當然會有很多想法 很多的憧憬在這裏 你會覺得自己跟著這條路 會是怎樣 我的憧憬就是 我其實沒有想到超級遠 我的目標可能是 未來這一年或兩年入面 開一個小小的演唱 就給我喜歡我的聽眾 但是都要做到這個演唱 其實都要儲一定的歌 有自己的作品 所以其實已經豐富了這兩個行程 對 因為要付表這件事 這兩年你會很忙 對 所以這個是一個小目標 但是去到最後一點的時候 我不敢想到自己走上很大的舞台 但是這個一定是我其中一個幻想的世界 我想定了有一個框框 是有一個大舞台給我自己表現 還有我也想跟不同的人合作不同的歌 即是無論是寫一首歌 還是錄製 都是自己在音樂上可以做到的東西 所以暫時這一兩年的感覺 就是可以先沿著這一步去做 嗯 有自己的部分在這裡 已經有想法 一步一步去完成它 所以你就說要勤力一點 要努力一點 對 要自己提自己 OK 當然現在我們會聽到相遇了這首歌 屬於阿密的第一首作品 一首很少女系的歌 我不知下一首歌會有什麼感覺 下次再有歌的時候再找你聽 好 謝謝你 謝謝你找我